交通部长陈建宇与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25日考察彰化县内交通建设 彰化县长为民谷与各级民意代表前往关心 期盼能为县民向中央争取交通建设经费 我们已经规划让台湘市来作为规划 这样的一规划时程我们要求台湘市政府 能够纳入台中市第四号生活圈的道路系统 尽快把和美跟大渡溪这样的连结的一个桥梁 继续把它完成 纳入生活圈我们张望县政府预计应该只有负担一成的费用 台中市是两成交通部是补助七成 未来我们这条路这条大渡溪桥打通以后 台中市的市民预计我们认为他们会搬到和美来住的机会比较多 对促进我们和美经济人口的增长都有很好的注意 现在是县委在这边在做 现在是说乌西的就对了 乌西大都市 现在是台中与管府中华官在作为处理 我原始上是希望他们同学已经赏了 赏了 深夜应该是很快 那很快了 如果说我们可以 应该是可以纳进来才对 那已经生活圈里头 那尽快的来做补助 加速来处理 好不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在顶尼多年 对头已经把可信性评估的部分已经做出来了 那现在呢 两边的管市长有这个共享 要继续经历 当然我们在中央这二十月 因为我们的国家和人家拼回来 让我们的这个地方建设 有法继续来延续下去 那当然这条轎子做起来后 对我们和美 对我们新港地区的住的乡亲 要来大都还是说要来选台中 会选择很多时间 来去就减几十公里 这对地方的这个方便性来说 还是地方的发电性来说 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帮战 张化县政府公务处长林汉斌 针对六处计划进行简报说明 包括 河美跨越乌西至大渡新建桥梁工程 河美交流道二高联络道 乌西提案道路拓宽工程 阳载错西北岸拓宽工程 香道章28线接审道工程 香道章74线雪府路工程等交通建设 在民意代表共同争取下 陈部长应允会顺应民意 尽快安排协助审查 并依相关程序予以补助 公益频道张华云综合报道